大家有沒有去過海洋公園呢? 最近在海洋公園就發生了很多事 又沒有人去啦,沒有錢啦 現在又通過了撥款啦 今天我們又講一講 關於海洋公園的都市傳說啦 大家好,我是Sunny 講到海洋公園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啦 裡面其實一直都流傳了很多不同的都市傳說 和鬼故事 而有些故事呢 如果你不是在裡面做過 我根本是不會知道的 但是在我們講這個恐怖故事之前 有一件事比恐怖故事更加恐怖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網上的私隱啦 我想最近很多人上網都非常小心 好像我們這些人經常都拍片 打字在網上發表自己的言論 最重要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都會上網買東西的 一個不小心的 很容易將自己的個人資料洩漏出去 但是我不怕 因為我有NOT VPN 做一個VPN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安全、穩定和快 NOT VPN就完全做到這幾點了 除此之外它還可以在Mac、PC、Android、ROS都用得到 真的非常簡單易用 一個世界地圖就可以連接不同的地方 中國都用得到 那代表什麼? 那五毛可以用它來我們這裡留言 罵我們啦 現在只要按Infobox裡面的連結 再用我的優惠碼 那ARHOTV就可以享有三折的優惠 平均每個月都是三個四毫九 還有一個月額外免費的優惠 還不快一起用NOT VPN? 多謝NOT VPN贊助我們這次的影片 說完這個VPN 我們就說回這個恐怖故事 今天不是我說的 我請了一個嘉賓跟大家分享 她在海洋公園遇到和聽到的恐怖故事 有請我們的嘉賓 不是怕怕 是我 是不是很奇怪呢? 是不是猜不到嘉賓 又是我呢? 為什麼我們要請Creamy呢? 其實是因為她在海洋公園 都斷斷續續做過一年的時間 她在裡面聽到很多不同的恐怖傳說 今天我們就要請她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你都喜歡看我們的都市傳說的影片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啦 因為我還看一點就到了40萬訂閱的啦 還有記得要訂閱Creamy的頻道啦 她出了新片啦 大家快點去看啦 是我們的日常科亞靈家MV制作特輯 除此之後還記得要follow我們的IG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這個10萬follow 做完之後 我們就馬上進入這個海洋公園都市傳說啦 Creamy小姐 現在我們就來講我們第一個的恐怖故事 聽說是一個親身經歷來的 是我自己親身在海洋公園經歷的恐怖故事 我呢 就在13年入職海洋公園 因為那時候讀大專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很想做這個海洋公園 Halloween的演員 第一個都市傳說就是 Halloween的演員 超高人工的嘛 我沒聽過 100多元一個小時的嘛 但結果呢 40元一個小時 我在Halloween就是進了鬼屋做 就是做一個婆婆鬼 那Halloween有三個位 就是做過Halloween的演員都會知道的恐怖地方啦 第一個位就在跳樓機旁邊 第二個呢就是日本花園 那個日本花園呢就是在一個纜車下面的 那個呢就叫兒庭 第三個位呢就是十幾年前的動感應院 現在的老大街樹熊館 我只知道樹熊館就是我都不知道動感應院 我人生只是去過三次海洋公園嘛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去過一次海洋公園 然後坐過山赤人好到媽媽都不認得 我從事之後就不想再去這些地方 這三個地方呢都是大家眾所周知是 那些地方一定有些東西的啦 我自己的那個鬼屋呢就是在跳樓機旁邊啦 我做的位置呢就是 客人進來第一個 見到演員鬼的位置啦 通常我都會 其實好漏喔 其實我做鬼都是恐怖說服啦 我試過會有些客人呢 你打嚇我吧 喂 哇 吼 這麼慘 吼 但這個並不是我遇到的恐怖事情 那我第一次看到的靈異事件 究竟是什麼呢 有一天我照常站回我的位置去嚇人 那我就看到一對年輕的夫婦 還有後面呢 跟著一個我猜四歲左右的小朋友 那對夫婦呢是香港人來的 但是他跟著的小朋友呢是鬼妹仔來的 那我就 我不敢說了 我突然站得清了 我不敢說了 通常見到小朋友呢 我都不會大嚇的 因為我真的怕可能失禁啊 或者 令到童年有陰影啊 那我就輕輕的 哇 那呢 我畫完之後 那對夫婦呢是很害怕 但是那個小朋友是完全 無動於衷 完全是無視了我 小朋友都嚇不到 那我真的要被人抄了 那他有很多個位置 都有帶不同的演員下去 那我就跑去第三個位置 再嚇到他一次 走到第三個位置 我就 嘩 咦 那個小朋友不見了 怎麼辦呢 第一時間真的沒想到那麼多 我就 小朋友失蹤了 糟糕了 那我就靜靜地跟著那個年輕的夫婦 想跟他說 你那個小朋友不見了啊 不要那麼害怕啊 跟到最後呢 他們都是沒有在乎 小朋友去了哪裡 那我就知道 原來是只有我見到的小朋友 我就想 原來沒有兒童失蹤啊 那也好 哈哈哈哈 剛剛就聽完這個金髮少女的 恐怖故事了 閃閃閃閃閃 絕對沒有說謊 接下來我們就聽一聽 Creamy小姐 聽回來的恐怖故事了 好害怕啊 我一邊說一邊不停走 不如你說啊 我抹下了我舊同事 Creamy小姐 說了我聽的親身經歷啊 這個是我聽過最恐怖的 恐怖人形公仔 666 那他說錯了你糾正說了 好啊好啊 好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 恐怖人形666的故事 那在一個全圓客滿的鬼屋 相傳有一隻公仔 就是叫做 666的 是啊 我進去做的時候 真的聽過很多次這個公仔666的事 鬼屋裡面的假人 我們就叫做Dummy 他就叫Dummy666 那一間鬼屋開門被人玩之前 那他們的演員 是未知道自己要站在哪個位 以及演什麼角色的 那他們有個額頭 會帶他們走一轉 在未走到他的崗位的時候 K先生突然之間 感覺到一些東西 就衝了到一個房間那裡 而那個房間那裡就坐著一隻公仔 那個公仔是盆室而坐的 而且那個樣子呢 是他在時裝店裡面 平常大家都看到那隻公仔 那一刻呢 他感覺到那隻公仔有些不對勁 他問一問主管 我是不是站在那裡 主管說是 那一刻他就知道 這隻公仔應該是666 在他站在他旁邊的時候呢 那他就有一個partner的 那他們兩個呢 就是負責這一間房去客人的 那我們先說一下那間房的布置 那他就是一個梳妝桌 裡面有三盞白色燈 和三盞紅色燈籠 那有一天呢 他們臨收工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外籍人士 很高大的那些 他就從頭房喊 不斷喊 然後經過他們的房間的時候 真的 真的瘋了地走過了 他走過之後呢 不夠三分鐘呢 那三盞白色燈是一齊 就這樣關掉了 那就剩下一些紅色的燈籠 突然間房間都染紅了 K先生就很害怕了 然後立刻找那些技術人員 問為什麼會關掉那三盞燈 然後技術人員查了之後呢 我很害怕 我不敢說這個 技術人員查了之後呢 就發現這三盞燈呢 是跳過Fuse 而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這三盞燈呢 是分別不同的總製的 很難出現同一時間斷電的機會 那於是K先生就覺得很害怕了 哇 心想666真的好恐怖 那他就跟了他的上司說呢 就不再在這間鬼屋裡造鬼了 不用命博了 不做了 Dummy666的事呢 除了K先生的親身經歷之外呢 我還有兩件關於他的事 我是聽廣告的 交給你說 又是我說 那傳染客門呢 就是一個關於電影的鬼屋啦 最後一間房呢 其實是一個電影院的螢幕 客人呢 就會在螢幕上走出來的 走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前面呢 是坐滿了一個公仔的觀眾席啦 那一個客人呢 走到前面的時候 會看到第一行的觀眾席呢 有一個穿紅色衣服的公仔 那他都不以為意啦 繼續向前走 當他走到最後一行 轉彎的時候呢 看到最後一行呢 也會坐著同一隻 紅色的公仔 而那些公仔呢 是從來都不會重複的 瞬間轉彎啦 而另一個呢 就是當我們整個Halloween完了 我們就會拍照啦 拍照啦 好開心啊 那在一間房子裡 跟大家去拍照 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去跟Dummy666拍照 竟然 然後看一張照片發現 為什麼Dummy666在笑著 而他的笑容是 滅口淚的滅了笑 但他就是這樣 他把照片給他 我怕大家太害怕 一會搞氣氛而已 那這個呢 就是海洋公園出名的 恐怖人形666的故事 嗯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的海洋公園都市傳說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手上 還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很多在海洋公園做過的朋友 都有提供一些故事給我的 那如果大家都想聽 或者想知道的 那就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看看會不會繼續拍下去 或者拍其他不同的香港都市傳說 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遇到靈體 都不是我做Halloween最恐怖的事 最恐怖的事 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就是我試過 那個鬼屋收了之後 關燈 關音樂 關機器的時候 我留了一個電話 在那個休息室裡 我要走回一個 完全沒有人 沒有聲音 黑漆漆的鬼屋 走進去 超恐怖 未開的鬼屋是超恐怖 沒有演員的鬼屋 是最恐怖的 你還沒經歷過 當然還沒 你想想經歷嗎 不用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了 終於是不如按讚 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海洋公園真的很恐怖 有什麼有很多不同的怪事發生過 你有聽過多少 千萬不要忘記 按讚 按讚 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逢星期二十六出片 如果喜歡的影片 就按這個位置 還有按這個訂閱 我還要按鈴鐺 剩下Vun就響到無限一位 最緊張的時間都說 就這樣 Bye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你幹什麼 很害怕 天亮了 已經不用怕了 不用怕了 已經天亮了 這樣也害怕 有什麼好害怕啊